大家好,欢迎收看片周记 传统的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大家对片周记的支持和关爱 限于个人能力的不足 很多节目呢做的也是不尽如人意 但我在留言区里还是时时都能感受到 大家给予的包容和认可 很感动 再次感谢大家 也预祝您各位新春快乐 年终岁末了 咱们来聊聊新奇的事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从诞生到现在 不过才60多年的时间 但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可是对于有别于现代科学体系的华夏文明而言 AI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在3000多年前 民间工匠自主研发 AI机器人 在项目推广过程中 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 在道教典籍列子汤问篇中 记载着这么个事 话说西周自打武王伐咒以来 又经历了承康之治 国力逐渐地走向鼎盛 到了第五代天子 周穆王的时候 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资本 来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 旅游 至于他为什么爱旅游 这个后边会说到 周穆王一生中 进行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巡游 都是向西走 在他第二次巡游的折返途中 曾经有一个叫掩尸的工匠 拦住了巡游的队伍 要求见沐王 说有极为特殊的礼物 要尽献给周天子观赏 沐王一听来了兴趣 就召见了他 并问道 你就是掩尸啊 是 大王 好 你敢拦路近见 就说明是真有好东西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本质吧 掩尸说 丙大王 我呢 是一名工匠 能工善造 大王想要什么 我都有烦给您造出来 线下呢 我是带来了一件成品 希望能尽献给大王 博您一乐 沐王说 嗯 好啊 那咱们一块看看吧 是 大王 您往那儿看 掩尸往帐外边一指 沐王就看见 有个歌舞艺人打完的英俊男子 正站在外边捶手等候 原文上说 王曰 若与携来者 何人也 对于 陈之所造 能昌者 就是说 沐王当时没看明白 就问 这人是和你一块来的吗 他是谁啊 掩尸就说 大王 这个呢 是我制造的一个假人 一个歌舞艺人 啊 沐王定睛看了又看 只见那人不论眉眼神态 还是形体行动 所有的一切 完全就像个真人一样 根本看不出是假人了 特别奇妙 原文上说 巧服亲其仪 则歌合律 捧其手 则舞应节 千变万话 唯一所事 就说这个假人 抬头就能唱出音律完整的歌曲 抬手 就能跳起富有节律的舞蹈 而且动作是千变万话 想要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面部表情还特别丰富 还能和人互动 嘿 这个真是新鲜啊 沐王赶紧叫来自己的爱妃圣姬 还有内侍和侍卫们都一起过来看 大伙都看得是惊奇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 原文上还说 即将终 唱者顺其目 而招其王之左右是 王大怒 就是说表演快结束的时候呢 那个歌舞艺人跳高兴了 还当着沐王的面 向嫔妃们抛媚眼 招手挑逗 把嫔妃们一个个的 看得都脸红心跳的 结果把沐王给气得够呛 说 哎 这不对呀 这个 利用舞姿魅惑嫔妃 这是假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这是真人吧 这个 来呀 给我拉出去砍了 是 左右上来就要把演尸和歌舞艺人 拉出去杀头 演尸赶紧说 哎 别别别 大王 大王 是个假人 您不信 我现在就把他拆了看看呀 说吧 就上前拆散了歌舞艺人 果真 拆出来的都是皮革 木料 胶漆 还有白土 黑炭 单沙等材料 沐王走过去仔细查看 就见着假人体内的五脏六腑 体外的筋骨四肢 皮肤 牙齿 头发 寒毛 是一样不少 再组合起来 又和活人一样 沐王不放心 试着拿走他的心 结果他的嘴就不能说话了 拿走他的肝 他的眼睛就看不到东西了 拿走他的肾 他的腿脚便不能走路了 哗 沐王由衷地赞叹 说出了那句著名的 人之巧 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就是说人类的技巧 难道真的能和天地造化一样完美吗 这是来自三千多年前 我国古人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疑问 于是 演诗就成了沐王的御用构造师 跟着沐王一起回到了中原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记录 非常有意思 列子这本著作成熟年代 是东周时期 而现存的列子 还是不是当时的初始版本 史学界一直都有争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和认知 那个中国历史上 人神共存的 古代科技异常发达的时代 其实这个周沐王 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列子《周沐王》片中 就记述了他曾经得遇仙人 并周游了神仙世界后 开始热衷于旅游和寻仙问道的故事 此外 周沐王和西王母的爱情传说 也被历代文人默克所神亡 但他们二人的这段传奇 能被世人所知晓 还有赖于一场发生在西晋时期的 战国大墓被盗事件 以及由此出土的大量保存完好的历史文献 咱们先说周沐王遇仙人的事情 话说在周沐王执政时期 从极西边的地方 来了一个修道的方式 此人神通了得 千变万化不可穷极 可以穿墙破壁 半空飞行 可以借水火遁形 甚至能移山倒海 搬运城市 周沐王这下可得着了 就把这个方式当成神仙一样 虔诚地侍奉 请他住进自己的宫殿 每日是美酒美食 美女们吹拉弹唱 好不热闹 结果方式并不领形 说这皇宫立院又小又破 美食美酒兴山难闻 妙龄女子又丑又臭 周沐王一听 心说 嗯 不愧是仙人哪 我这美好的生活 在人家眼里是不值一提 于是请了最好的设计师 选用最好的建材和最好的匠人 以举国之力建成了一座高台 取名中天之台 台高两千米 可以俯视中南山 高台上种满了奇花异草 当时的郑国和魏国盛产美女 沐王就命人去选最美的美人 一律做清雅的大伴 真是青丝散眉 金步摇簪 家人半路眉妆额 绿云低影花如刻 再让乐队演奏成云 六营 九勺等雅乐 清歌慢舞 是精心的伺候 可饶是如此 方式还是不领情 几日之后 沐王请方式喝酒 刚坐下方式就说 大王待我甚后 可是不是也觉得 我有点不实抬举呀 这样吧 为了报答大王 我带您去个地方 去了 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着话 方式擒住沐王的手腕 呼的一下 就如腾云架雾一样 飞了起来 沐王吓得赶紧闭上了眼睛 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作响 不大功夫 方式说 大王 到了 这里就是我在天上的住所 沐王睁开眼 只见眼前的宫殿 是以金银做建材 朱玉为装饰 片尘不染 晶莹剔透 整体漂浮在一团祥云之上 这里演奏的声乐 比人间清晰悦耳 物体的颜色 比人间真实绚丽 食物的味道 是人间的高粱厚味 所不能比拟的 这里的天人 个个敷如凝脂 衣着华贵 美丽的难以言说 沐王心想 哎呀呀 天地居住的青都 紫薇等地方 也不过如此了吧 再向下面看去 只见自己王城里的那些 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 此刻看起来 就像野人的巢穴一样 不过是胡乱堆积的破屋而已 而自己的那些嫔妃美人 也顿时变得丑陋俗气了 人世间的东西 都不像原来那么美好 那么真实了 几日后 方氏又带他一起到其他天宫游览 哪儿都是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而且越往高走越美好 但是同时 越往高走 光的强度就越亮 声音也越响 眼睛睁不开 耳朵受不了 连四肢百害都战斗起来 沐王承受不住 请求方氏带他回家 方氏的浮沉 轻轻扫了他一下 沐王就像跌落虚空一样 不断下坠 很快就昏了过去 醒来以后 发现自己还坐在桌子旁 桌上的酒还没喝 菜还没动 只是不见了方氏 沐王询问左右 仆人们说 大王您刚往这儿一坐就睡着了 仙人也不见了 现在您醒过来了 这前后不过半煮香的功夫 沐王听了又回想起这几天游历仙界的过程 心下怅然若失 休息了几天 沐王找到方氏 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方氏说 我带大王游历 使乃原神出窍 您这个肉身子并不移动 大王郁郁寡欢 是觉得仙界如此美好 对比之下 人世间的东西不可靠了吧 是 正如仙家所言 方氏说 这人世间的万事万物 本就是虚幻不实的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而千变万化到了极致 就不变了 恒定住了 你身在变化其中 是感觉不到这些的 一旦超脱了人世 才会如梦初行 这里的快与慢 失去与得道 幸福和痛苦 都只是施加在这个肉身上的感受而已 修行之人 看到的是万事万物中 不变的道理 而不修行的人 看到的则是万万千变幻莫测的表象呀 周沐王听的是似懂非懂 但从此以后 他开始对寻仙问道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再注重美味佳肴 对嫔妃们的美貌也看得淡了 他觉得世界如此广袤 我得去看看去呀 尤其是这位神仙来的地方 西方更得去看看 从此周沐王就开始了他大规模的西巡 但是具体他在西巡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 却甚少流传下来 直到一千两百多年后的西进 这些尘封的历史才得以再现 话说西进五帝太康二年 也就是公元281年 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个名叫佛准的盗墓贼 成功地把盗洞挖进了河南极限的一座战国大墓之中 还没来得及高兴 他就发现这里边已经被摸金校尉们光顾过多次了 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 直签的陪葬品被盗走一空 他失望地捡起几个竹片 点燃以后当作照明 徒劳地四处查看 由于没有任何收获 否准连盗洞都没做掩饰 愤愤地在天亮之前逃离了这里 很快此事被报告给官府 西进官方马上启动了对大墓的抢救性发掘 最后其他东西没找到 可那些被扔得到处都是的竹片 却装了整整石车 要说之前来的这些盗墓贼呢 盗墓技术很高超 但文化水平偏低了 他们没想到 这墓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些竹片 西进官方很重视这次文献修复工作 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整理和破译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树西 荀旭等当时有名的专家学者 专家组首先确定的就是墓主人的身份 为战国时期魏国第四任君主 魏湘王 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 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的内容并非易事 经过多年研究 终于从里面整理出75篇古文献 合计超过10万字 其中就有国语、大吏等等已经失传的古籍 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大名鼎鼎 震惊史学界的竹书纪年 同时还有咱们要说的这本《慕天子传》 《慕天子传》一共分六卷 前边四卷详细记录了周穆王 巡游天下的具体过程和路线 包括了他和西王母见面的经过 这就是周穆王和西王母的爱情传说最早的出处 第五卷说了他两次游历的剑文 第六卷讲了穆王的爱飞圣鸡 就是那个一起看AI机器人表演的圣鸡 在《西行返回图》中去世的事情 在《慕天子传》的技术中 周穆王乘着八匹骏马牵引的车架 往西方巡游 其中的一站就是位于昆仑之秋的西王母国 并在吉日甲子这一天 宾于西王母 宾礼是西周五礼之一 是非常隆重的会见宾客的仪式 仪式上周穆王守执白龟玄壁 赠予西王母锦足百纯 宿足三百纯 这里就是指各类的织锦 这在当时可是非常重的厚礼 西王母很恭敬地接受了这些礼物 第二天即遗仇日 周穆王和西王母在摇池饮酒畅谈许久 非常投机 他俩一个是仙家女神 一个是人王地主 不觉间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于是在接下来的揭歌词互动这个环节上 西王母就表达了心意 他唱道 白云在天秋陵自出 道里幽远山川见之 江子无死尚能复来 咱也不懂音律 只能念出来啊 其实当时人家是喝着曲子唱出来的 歌词大意就是 你我相隔这么这么遥远 我是神仙 我可以等得起 倒是你有生之年还会再来看我吗 周穆王作为男士 面对这份情意 他得接上啊 就唱了 我这儿还是读啊 他唱 余归东土何至诸夏 万民平均无故渐辱 笔及三年将富而也 就是说呢 我这家里还有事呢 这样吧 等我回去治理好国家 使万民富足 我再来见你 以三年为限 三年以后我要是没来 你就忘了我得了 最后这句是我家的啊 周穆王当时没这么唱 但他三年后确实没来 这就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 西房母听了心里很伤感 又唱道 我乃天地之女 寿命守护这里不能远迁 整日与虎豹乌雀为伴 你顾及你的子民 我也不能拦着你 但我的心呢 也随着你飞回了中原 在略带悲伤的气氛中 西王母是轻轻唱 周穆王是漫漫赫 然后二人又一起去看了日落 一天就走了一万里 依依不舍 各位 光唠嗑就唠了一万里路 没有真感情恐怕是不行的 当然 西周那时候的一里路 比现在的里要短很多 但是那也是好长好长的路了 走之前 周穆王登上衍山 乐食为继 名曰西王母之山 并在边上种了一棵槐树 以为见证 在第一次西行归来的三年后 周穆王还真就开始了第二次巡游 后来路上因为许掩造反 穆王就赶回去智力评判 从此终生再未见过西王母 至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穆天子传中就没说了 只有在金本竹书纪年中提到了西王母来朝渝州 穆王宾之于昭公 但仅此一例 难以成正 关于西王母呢 除了穆天子传以外 在先秦的典籍当中 提过她的还有几本 分别是山海经 管子 以及尔雅 这也成了后世文人 发挥想象的绝佳空间 摇石阿母已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